不知道大家是否还记得曾经轰动一时的湖南淮华操场埋尸案 新黄医中时任校长黄炳松将学校的跑道修建工程 承包给自己的外甥下岗职工杜绍平 但杜绍平在施工过程中偷工减料虚报工程款 操场质量根本不合格 负责质量监督的邓世平不肯签字引起杜绍平的不满 在工地多次扬言要干掉他 而此时淮华市教育局接到一封匿名信 反映新黄医中体育工地经济问题 这封信转到了县教育局 县教育局有的人将举报信的事告诉了新黄医中校方 邓世平自死后便失踪了 直到16年后邓世平的事还被发现 杜绍平等人杀人埋尸 并依靠保护伞消耗法外的真相才大白于天下 今年8月10日 操场埋尸案将改编成电影操场的信息 在网络引发关注 11日操场埋尸案被害人邓世平的女儿邓灵告诉记者 操场团队没有通过家属授权 他担心事件被胡乱改编 并表示想拍的导演很多 我们无力干预 该案被害人家属带领律师周肇成表示 他将全权处理操场案影视片 未来可能设计的侵权纠纷 希望制片方在改编前 与案件当事人进行沟通 争取获得故事原型家属的授权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